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14日 星期一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罕賢 回顧週末期間的天氣 可以說是躁晴、躁雨 既有陽光亦不時有些躁雨 天氣是酷熱的 如今日的情況亦相類似 我看今早在維港拍攝的天氣照片顯示 現時雲量不多 亦開始看到陽光和藍天 不過情勢並不是一面倒是好的 我們看回天氣雷達的照片 便會見到 其實現在正是有些宇宙雨區 在我們南面發展 便會伴隨著偏南氣流 向北移移過來影響到我們稍後的天氣 氣溫方面我們看看 分佈圖上顯示 今早各區都在26至30度之間 留意市區今早最低都有29度 今日都會繼續比較熱 詳細的預測方面 我們預計今日將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都會有幾陣趙雨 亦都會是局部地區會有些雷暴 天氣方面會是酷熱的 氣溫最高會上升到33度 就會出一些和緩的偏南風 至於未來幾天的情況 我們轉過來看看衛星圖片 可以見到現時華南沿岸地區 受到偏南氣流影響 除了局部地區有些雲團之外 其實南海北部和中國東南部 天氣並不是太差 天氣比較差 其實現在集中在西北太平洋那邊 這個螺旋狀的雲團 其實就是熱帶風暴威馬遜 我們預計它將會採取一個偏西的路徑移動 就會以時速25公里 就會移向菲律賓以東的海域 在這個過程裏面它就會繼續增強 而我們預計它稍後 去到本周中期的時間 將會橫過菲律賓 繼而在最後幾天會進入南海 並且會為南海北部 帶來一些狂風趁雨的天氣 不過它來到南海北部影響的之前 我們看回本周中期 其實在中國東南沿岸 將會受到負熱帶高壓席影響 所以在這個形勢之下 我們預計在中國東南部地區 天氣會變得酷熱 總結來說 我們指望香港在未來兩天 將會在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會有幾陣趙雨的情況 到了本周中期的時間 天氣又會變得比較熱 好 香港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